4月12日知名演员陈道明作为代言人现身上海出席某手表品牌的庆典活动 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搭配绅士感十足的黑色西装 陈道明一现身就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 最近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陈道明 以一部喜剧的忧伤收获了不少人气 那么在影视剧方面陈道明又将有怎样的计划呢 最近有消息称张艺谋的新片将取材于颜柯林小说陆范燕石 另邀陈道明出演男主角陆燕石 对于这个传闻陈道明也在现场予以了肯定 下半年不出意外的话会拍一个电影 是之前传闻的张艺谋的陆范燕石 接近吧